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4日 星期三 我想先麻煩同事 因為今天大家都知道 出了騰訊的份業績 這次很遲出 六點多才出來 但很多同事都在等他的業績 有同事都特地留下 幫我拍這段影片 幫我上網再離開 所以先感謝他們 先說了那份業績 因為大使 今天大家都知道 拉鞋也是等業績出來 可能明天的時間 會有一個方向 現在 7點多 夜期升至200多點 似乎反映了騰訊的業績 初步看 大家是收貨的 我用我自己的看法 關於騰訊的業績 做了一些分享 先說回他的 大數目 不論在 浪跡也好 非通用匯計準則也好 也算是一個 利潤方面也好 也算是好過預期 當中的盈利 增長三成 浪跡也算是一成半 而橫比 看浪跡 就是持平 這個數字 對於大家來說 都會覺得不錯 至少對於我來說 都是收貨 即是大數上面的數字 收貨 逐個數字 跟大家再拆解一下 如果你看看公司 我們說他們支持 之前比較關注的兩個業務 網友 即是網絡遊戲 以及網絡廣告那邊 先說廣告那邊 因為比較容易講些 廣告那邊 其實大數出來 增長是同比四成七 還比一成半 應該都是比預期中好的 因為大家之前很擔心 經濟情況比較轉弱了 即是MACCO 環球經濟環境比較轉差了 會影響去好的廣告收益 但這次你看下去的話 兩個數字 都真是很厲害 是的 當中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事 之前還沒跟大家說過 它那個小程序 開始可以收一些廣告 這次的業績裡 它有提及到這件事 而它最主要就是說 在一些叫做 微信的朋友圈 小程序 移動廣告聯盟裡面 不過這個我不太知道是什麼 而這一個叫做 就是廣告的收入同比 增長了六成一 所以反映小程序裡面 這些廣告收益 可能是 我相信是一個比較好的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這一樣很多大行 我相信是之前 就沒有計算下去的 所以出來的大數是厲害的 是的 我自己認為 它那個網絡廣告那邊 可能本身 真的會受到一些 雲觀的環境影響 但是因為小程序 現在越來越多人用 而且越來越普及 所以這一邊的收益 我相信在第四季的時間 應該都會不差 好了 講回大家最關注的網絡遊戲 我前幾天的時間 跟大家有講過一件事 其實看回數字方面 即是看回統計數字方面 第三季的收入 內地方面 是有增長的 不論環比也好 同比也好 有增長的 所以我預計 騰訊這方面的業務表現 是會比大家 大行預期中 是好的 那現在出來的數字 首先 收入方面 收入同比增長 7% 環比 11% 即是你可以說 在表現上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 甚至乎還有一個增長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呢 就是因為本身 他也有提及到 他在第三季度的時間 公司有10個新遊戲 包括一些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叫MT4 還有聖陋士星馳 其實這些遊戲 本身的收費 因為這些遊戲 其實是可以收費的 即是已經相悅化了 所以來自這一方面的收入 其實是不差的 即是相當不錯的 另外 再看一看 其實有件事 大家之前很害怕的 就是 很多遊戲 因為沒有審批 審批停了 那變成了 plug 就不可以商業化 但是這次的結局 騰訊都說了 他在那些遊戲 計劃 即計劃 還有15個 會推出的遊戲 基本上都已經是相悅化了 即是說 他有些新遊戲 其實在之後的時間 是可以推出市場 而且是可以收入的 這一點其實很重要 因為 你可以說現在的困境 對於騰訊來說 之前的時間 就是 你的批株 就不可以商業化 還有就是 停了審批之後 大家是很害怕 騰訊 是叫做收入 其實是會跌 因為可能你說 玩鏡那裡 會越來越來越少 還有十形劑這些東西 但是 問題是 在這一段時間 即使你可以說 王者榮耀 那個叫做收入 可能有一個叫 因為已經比較成熟 有機會 就是會不斷放慢 那個叫做增速 或者甚至乎 那個增速 倒退 但問題是 你有些新遊戲 可以頂得住 那你說 現在有15個遊戲 已經批了商業化 其實變相就是 這一段時間 即使 那個審批 停了 也好 你這些遊戲 可以頂得住 頂得住 這條數 變成你不會有 很大程度的 倒退情況 甚至乎 王者榮耀 雖然 你可以說 他本身已經是 過了高峰期 但今次還不給 他還可以升 這一下真的 可以說 挺厲害 所以 就看下去 他本身在雲耀方面的收入 也是厲害的 第一次公布的數字 就是雲耀的收入 頭三季 是60億 這幾個數 你說好還是不好呢 至少第一件事 就是肯公開一條數出來 以及份額 開始大 以及現在的騰訊 我想說 雲耀方面的服務 會是在和學的時間 的增長 是厲害的 因為 其實 為何騰訊去之前 還未有一個轉型 即是轉型 有一個重整的業務 最主要就是 其實他想將雲耀的業務 變成一個重點發展的地區 因為試想一下 to be 即to business 即to商業化 一定會有很多公司 開始 都會和雲耀的關係 即是用多了雲貨物 而且 有多樣東西 to G G for government 政府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說 政府機構 開始 很多都商業化了 還有 可能你說 按一兩個鍵 就可以申請某些東西 但這個背後 就是 你也要靠很多雲的服務 所以 騰訊 其實你可以去之後的發展 這方面 我覺得是很強勁的 唯一這份的業績 你可以說 對於這份業績 基本上 都有 八九十分 我覺得是 一份很不錯的業績 唯一一個地方 你可以說 比較差一點 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的利潤率 那個叫做 經營利潤率 和純利率 在今季 其實是再跌下去 那麼 跌下去 現在是 經營利潤率 就是 用浪跡的數 28% 這個純利率 就是兩成半的 這個數 我覺得 比較差一點 就是 可能 因為他吹了 這兩個數 是跌下去 意味著 公司本身 很多的業務 經營開支 都還是比較大 甚至 運服務方面 我相信 可能現在 都還是有些虧損 是的 不過 騰訊的利害之處 其實是因為本身 他錢多 其實今次 我們看 現金的東西 他今季度 現在 到9月底 之為計 是升了 他的現金等值 現在差不多 1400億 他上一季的時間 是1300億 即是 他不斷增加上去 那 真的很誇張 是的 所以 這份報告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是收貨的 是的 我是收貨的 但是股價 你說有沒有機會 做一些比較好的表現 說真的 暫時 都是而知常早 因為現在 都還在等他 那個conference 今晚他去分析會議 看看分析會議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再說出來 但是 我自己預計 他應該會 將那個重點 不會再放在遊戲身上 即是他會再說這件事 但是 他可能 將那個重點 跟大家說 就是 以後公司會多元發展 不只是放在遊戲身上 不過 怎樣也好 當然 明天的股價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可能 如果今晚美股好的話 可能明天 肯上股價有個 可能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 我也是那句 我平常心的 即是 這份業績 其實我看下去 我是開心 開心是因為 自己一直以來 對於他的看法 沒有變過 即是這個是一個 自己的 堅持 那 股價其次 沒辦法 股價的事 你控制不到 但起碼 開心的 即是看公司的表現 今次沒有走樣 這樣 這樣 就是 我想說騰訊 這些事情 看看今晚的分析員會 我也會聽 看看有沒有其他事情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這樣 這樣 那些市場 也沒理由 都是騰訊的 大使今天都跌了 還有我想說 一件事 就是 這個 特朗普 真的很不尊重 法國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他在Twitter 亂打 我對他 真的很反感 歷史 不應該這樣 被他這樣 玩 我覺得歷史 是挺嚴肅的 法國 和德國的情況 特朗普這一刻 很過分 我也挺生氣 因為這兩件事 今次都和同事說了很多 另外說油價 油價 因為 沒辦法 特朗普出了聲 今早出了數字 產量又增加了 大家進入經濟情況 又會比較差 所以油價昨晚大卸 不過 今天有些消息 就是說 減產 沙特和俄羅斯減產的量 可能有機會超出大家的預期 所以油價又可以彈一下 但怎樣也好 都是要投降 油價 我覺得小心點 油彈也要先走這些貨 另外 823領戰 他的業務表現 是OK的 我也覺得是收貨的 而且 本身是回國學的時間 還有一些項目未落成 還有一些將會落成 對於公司未來的中務收入 都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所以 領戰都OK 有貨都可以考慮一下 先拿著 另外 有些朋友問回 一些個別的股份 波斯登我沒有買的 因為 我自己是信我自己的研究 當然 我覺得這位朋友也很厲害 也賺不少 但 也恭喜你 我覺得你賺錢 我也開心 雖然我沒有買 但我都很平信心 沒所謂 落木 也有提到 因為 始終之前有說過 他那個 沽價 難搞些 沽價也很難看 暫時來說 所以 也有時候 忍痛 也要先減一減榜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至於大市 暫時也是那句 看看 二萬六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破不破 再看遠一點 但是 變數是多 市場還是多 中美之間的微墊 大家還是要留意著 還有 騰訊股價 明天真是 坦白說 我又不會說 一定會升 但是 業績是對版的 所以 我也是 維持我的看法 也是會拿著它 是 這樣 不過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 可能講太多騰訊 而且 因為 發了很多精神 所以 都不知道 現在的腦子 無法入住 可能現在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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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那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可能明天早上 或者明天的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我都 多謝同事幫忙 這樣 沒什麼特別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